中年夫妻分房税真的不需要彼此了吗? 答案是心酸又现实 分房税成为了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 有人认为这是夫妻关系的疏远 有人则认为这是双方需要的独立空间 那么中年夫妻分房税真的就不需要彼此了吗? 答案就是又心酸又现实了 首先啊分房税并不意味着夫妻的关系的结束 或者是疏远 夫妻双方可能面临着工作家庭还有健康等等多方面的压力 导致身心疲惫 需要一些独处的时光来缓解压力 这一种情况下呢分房税可能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其次就是分房税并不代表着夫妻之间没有感情 中年夫妻之间的感情已经经历了多年的磨合和沉淀 他们会更加的懂得如何的去理解和支持对方 他们仍然可以通过电话短信视频等等方式来保持联系 分享彼此的生活和情感 而分房税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的 首先呢就是缺乏沟通可能会导致双方在情感上产生隔阂和误解 如果呢夫妻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 可能就会造成误解和猜疑影响彼此的感情 其次呢缺乏身体接触可能就会导致情感上的疏远 身体接触是人类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了 缺乏身体接触可能就会影响夫妻之间的亲密感啊 对于中年夫妻来说呢 分房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需要双方共同的去面对和协商 双方应该坦诚的去沟通彼此的需求和感受 寻找一种既能够满足个人需求 又能够保持夫妻感情的平衡方式 下期再见咯